原产地减产 今年新花生的价格如何 质量又怎样 原产地调查 走市场 进超市 看小花生如何变成金豆豆 既可浸炉烤烤 又可低温炸油 糖衣花生 麻辣花生 市场里又多了哪些花生鲜口味 敬请关注 消费主张 花生营养丰富 用途广泛 深受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 它的价格也在不断攀升 记者关注到 最近几年 花生的价格一路上涨 2020年秋季 花生批发价格 大约为2.5元每截 2021年 则上涨到每近3元钱左右 那么到了2022年 秋季 花生的价格又到了多少呢 11月里的一天 记者来到北京 新发地批发市场 了解此时的花生价格 从2003年开始 这家商户就在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里 批发花生了 妻子负责销售 丈夫则负责去 全国各地的花生 种植地大规模采购 生意做得久了 在这里 他们也累积到了 不少老客户 生意最好的时候 每天可以批发出去 四五十吨花生 整体要比去年的 贵一块多钱的 今天产量减产 去年这个花生 总体一亩地 它能产 12300斤 它今年就是六七百斤 减产 所以价位也高 据介绍 现在他们正在批发的花生 来自江苏 树阳 批发价格在美金 3.2元左右 虽然价格有所上涨 但因为北京的市场上 对花生的认可度较高 所以只要控制好 花生的品质 货是不出卖的 目前在北京新发地 花生交易区 批发销售的花生 大都来自江苏 树阳 价格比去年同期 有所上涨 在零售短 花生销售情况又如何呢 产地基本我们今年都是 从山东东北来 直采过来的 咱们这边的花生 是有两种花生 一个是白皮花生 和一个红皮花生 价格都是今年的新的花生 价格跟去年 基本上是吃平的一个状态 在这家超市里销售的 白皮花生米价格 是在美金7.8元 而红皮花生米价格 是美金12.9元 乔彦顺告诉我们 新花生是从今年9月份 开始上架的 当时的价格 要比现在稍贵一些 而目前的价格 就趋于稳定了 除了生殖可入菜的花生米 在超市中 还有不少花生制品 也是消费者经常选购的 咱们这边有三种口味的花生 分别价格是在 咸味花生在12.9元 还有咱们的蒜香花生 12.9元 咱们有一种 今年新出的一种 核豆的花生是14.9元 身上老年人都欢迎这是 花生是一种产量丰富 实用广泛的经济农作物 为了更好地了解 今年花生的价格和产量质量 记者来到了山东省莱西市 莱西花生历史悠久 也是郊东大花生的主产地之一 莱西大花生有色泽亮丽 香中带甜 紫粒饱满 出油率高等特点 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那么在莱西市 今年的花生质量和价格 又是什么情况呢 鱼制学 是莱西市江山镇鱼望状的 花生种植大户 种有花生地240亩 今年的花生木材在640亩上吧 质量皮质比去年的算稍微好一点 去年这个雨水比较大 今年这个雨水能来得着一点吧 它的皮质比去年稍微好一点 今年因为这个秋天太老了 继续作业不了 全部是人工 人工现在这个平均的 平均的人工一个小时 就得35块钱左右吧 种花生可以种出 增收致富好光景 但是近一两年 在快丰收时都赶上了大雨天 花生耐旱耐贫 但最怕烙 秋季丰收时却来了几场雨 为了抢收 余治学花大价钱 过了将近30人 共同忙碌了20天 终于抢收了17万级花生 一般的三块五毛多钱吧 比去年呢 去年应该三块钱 招架的原因也就是 花费能要多的招架了 然后劳动力承办就提过了 检态也有影响 据介绍 今年来西当地 种植花生的成本 比去年高了 相应的卖价 也比去年贵了一些 在山东 农户们收完花生 会将花生收放到家中 等继续收完玉米 地里播种好小麦后 才能腾出时间卖花生 花生的收购价格在稳步上涨 花生的收购价格在稳步上涨 余治学也打算再等等 若是等到了心理预期的价格时 再送卖出去 这240亩的花生 可以为它带来将近50万元的利润 花生的价格涨了 不少农户们都有着 再等等它的心思 卖花生的少了 收花生的商户 有时候一天都收不上几节 张兴华一直从事着收购花生的生意 可以明显感觉到今年的花生不好收 往年走街串巷时都会有农户出来卖花生 但今年跑上一天空车而归的情况时又发生 生意来源主要依靠曾经有过合作的农户 不要热情 坐 看看 今年都种几末花生 24年末 这下这就是品种一部分是吧 对 这都种到松坪中 这下这这目前这新品种了 这新品种 这个品种比面产量挺好的 产量1千多斤就比 哎呀 赶紧点看看啊 你看那出多少米 那给多少钱 什么价格 你看你在花生 真的给个十二块利层抹菜 那个不行 你价格太低了 你给的多的 之前电话中只是约好了来收花生 至于能不能收成 还是要看花生的品质和出米率 没想到今天第一家农户 就对张兴华开出的价格不太满意 听到街坊里一句说 今天的花生还会涨价 大爷其实心里还是打算再等等 今天约张兴华来 也只是想了解了解目前的行情 张兴华驱车前往另外一家收花生 这次能否顺利收到花生呢 这户今年种植的花生十五亩 收获了四千斤的花生 看到囤放好的花生 张兴华找了几袋花生 掰开看了看 先要看这个花生的设置 再开花生的饱满度 咱们收个回去能备借的赔钱 这花生吧 这儿吧 这儿我给你十块钱 地里的花生质量有好有坏 有的花生可以给到四元钱美金 但是有的花生价格要压低一些 这儿吧 这个花生质量能比较好一点 这个花生能比较老一点 这个应该能便宜一点 具体我们再烧一烧一顿 再摊一摊 能也稍一摊一点 这个就是今年花生吧 就是四块钱吧 现在应该说好花生就是值这个价 花生都是按行情出价 看花生人的个头大小 来确定这个花生能出多少花生米 从农户家中回收走的花生 最终要包壳 以花生米出售 所以来说花生时 花生米的质量和出米率 是回收的关键 稍微不注意也会赔钱 一番讨价还价过后 张兴华以3.6元和4元的价格 收购了这4000斤花生 收购来的花生 会在当天送到镇上的回收厂 每天都会有十几位 像张兴华一样的采购商 将花生从农户手里收上来 运送到这里 今年的价格要比往年一斤 得贵一块多钱 但是呢 也是根据你的质量 你的质量好的 有可能给到4块1 4块2 什么的不一样 质量不好的 有可能不到4块钱 就像这种的 它就是个头也特别合适 然后颜色也特别粉嫩 个个都是这么饱满 这种的就属于成品 就是这一车货的 就是基本上它的成色 都是特别好的 平均每天从采购商手中 采购来的花生 会有15到20吨 再喷洒一些水后 静置一晚 第二天就可以退壳 盛花生米了 一斤花生可以出7两花生米 而一斤质量好的花生米 售价在8元左右 我们是这一份大花生 在我们的电商平台上 是卖40多块钱5斤 河北啊 还有我们山东 北京上海什么都有 甘肃啊什么这些地方 除了通过传统的 线下去道和电商平台 将花生米销售出去 在2021年 葛全修也开始尝试 通过直播卖花生 前年没有直播的时候 我们的一年的花生销售量 在网上是在1000到1300吨左右 然后我们去年加入了直播以后 我们的销量是差不多 1800吨到2000吨了 我们对于农户这边 因为我们的销量增加了 我们的需求量也增加了 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农户的花生 虽说今年的花生产量受损 价格较往年有所提升 但是消费者对花生的购买量和需求量 并没有降低 为了饱收增产 对于花生新品种的培育 一直是来袭式的农产品科研大事 花园时它这个销比较饱满 然后例行是长草原型的 色泽比较鲜艳 比较是由收费者欢迎 我们培育的品种基本上是高产 抗击性比较强 一般来说比当地的花生品种 总裁10%到15% 甚至总裁30%以上 近年来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 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因地制宜积极探索 多元化种植模式 种植先特优经济作物 引导农民科学种植花生 让小花生变成当地群众 增收致富的金豆豆 培育一个花生品种 大概需要10到15年 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 基本上是推广到残果各地 尤其是中国北方地区 中国北方地区种植的品种 70%都属于 这个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培育的 就是研究所培育的 这个70多年以来 我们一共培育了 将近200个品种 平均的那个 给国家争裁的那个效益 应该达到 应该是上千亿元了 花生又被誉为长生果 不仅吃起来甘甜香脆 营养价值还特别丰富 在来西市 有着大大小小的 花生加工企业300多家 产品涵盖了 果仁烤熟制品 脱衣制成品 花生油 花生蛋白粉等 花生制品远销日韩及欧洲 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这个车间是花生初筛选的车间 后面像这种大包装 一吨 一个包装是一吨 主要是出口的于韩国 这也是回去做进一步的加工 因为我们的花生质量非常好 口感非常棒 所以他们都比较喜欢我们 中国的来西的花生 像我们当地的花生吧 我们工厂每年的根据销售 每年增长15%左右 除了作为原材料出口到国外 在这家花生食品加工厂 有好几条生产加工线 正在制作着美味的花生食品 相信肯定会有几款 是您餐桌上的常见种类 这个车间就是生产烤红衣的车间 把它浸泡一下 浸泡30秒钟左右 再泡到这个烤炉里烘烤 烘烤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烘烤熟了以后 到那边包装 就是成品 浸泡后的花生米 可以避免在烘烤时脱皮 花生米经过200多摄氏度的烤炉 烘烤30-40分钟后 就可以出炉了 此时的花生香气四溢 这种烤花生也是销量最高的产品 而另外一种高销量的花生食品 就是这种裹了一层糖衣外壳的花生 把糖熬制和咖啡 按照一定比例调制好以后 在这些设备上 一层一层地慢慢地裹上去 经过高温慢慢地滚上去的 酥脆可口 大人孩子都喜欢吃 花生可以和许多食材搭配制作美食 比如小虾花生 小鱼干花生 或者是脆胶圈花生 但市场上要说销售非常好的口味 还得说是麻辣味的花生 第一个原料的话呢 就是我们最核心的花生 我们会选择传统种的花生 就跟它的字面理解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老辈子上面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传统种 所以这样的花生的话呢 吃起来的话呢 会口感会更加的香甜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白白的 胖胖的糯糯的这个花生 就是我们脱过皮的 那第一步的 那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产品的 一个加工的一个过程 那包括我们可能要去混料 我们的麻椒 我们的花椒 我们的辣椒 加工完了之后 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进行包装 进行隔绝空气 才会让花生呈现出一个酥脆的口感 除了口感和口味 大量花生的储存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储存不好 会很容易发霉 在制作花生产品时 检测花生的品质也是十分重要的 检测合格的花生 才可以送到加工车间 目前花生的产品种类非常多 研发团队也不断地和其他食品 进行以花生为元素的创新 我们还有跟这个原祖合作的 这个麻辣花生青团 青团 对 就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青团 但是它的馅是麻辣花生做的 另外的话 我们也有这个coco奶茶 它其实也用我们的麻辣花生 去做了一款 就是真香奶茶 我们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我们有新的产品 花生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和油料价值 包开麻屋子 拔掉红杖子 一颗颗花生米 变成一滴滴鲜香的花生油 走上家家户户的餐桌 炸油厂对花生的需求量是巨大的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今年油厂收购花生的价格 比去年同期有所上涨 我们的标准呢 每一个呢 都是在两公分以上 大颗粒的 颗粒饱满 这是我们今年刚收的新花生 花生油是大家厨房里的常用油 年关将至 消费者对花生油的需求量有明显增加 对于炸油厂来说 现在也是大量收购花生的日子 目前每天都会收300到500吨的花生 加工原料在100多吨 首先呢通过这边这个投料 投完料以后啊 通过这个烘干设备啊 进行烘干 低温烘干 整个的温度啊 不超过60度 烘干完以后啊 再进入这个拖红衣的设备 拖完红衣以后啊 再进行这个射选 把里面的发霉的变质的 发扁的 把它射选出来 然后呢 再进入下一个车间 进行这个低温压榨 经过挑选后的花生 会进入压榨车间 通过60摄氏度以下的 低温物理压榨 将花生中的油和蛋白 进行分离 我们呢 把温度啊 再调节到60度啊 以下进行这个 托支压榨 那么这个温度呢 能最大程度的啊 保留油中的燃料成分 不会破坏 托支完以后啊 再通过我们这个植物纤维 五吃的植物纤维过滤以后啊 那这就可以得到 我们一个高品质的花生油 冷榨制油 油品色泽浅 仅需物理过滤便可食用 现在冷榨花生油的产量 每天可达到40多吨 包装好的花生油 将会销售到北京 天津 河北 河南 福建等各地市场 再来西市 花生的吃法是非常多的 走进街边的餐馆 这里的厨师都可以用花生 制作出经典美味的菜肴 今天呢 为大家准备了几道 关于花生的菜品 首先呢 这一个酒鬼花生 还有小鱼干拌花生 公报鸡丁 里面配的花生饼 还有挂霜花生 比较经典的一个老菜 挂霜花生是当地人 耳熟能详的甜菜 将浙糖水溶液 通过加热 不断蒸发水分 待达到饱和状态后 浙糖重新结晶 来实现烹调 现在在熬糖 才能挂出霜来 把糖熬到一定程度 然后把它倒进去 慢慢就成霜了 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这道菜呢 属于一个甜食 而且里面酥脆 口感比较好 老少介意 饱和的浙糖溶液 沾裹在原料表面 因温度不断降低 冷却 浙糖迅速结晶吸出 形成洁白细密的浙糖精力 看起来好像挂上了 一层霜一样 这道菜呢 工序比较繁琐一些 首先呢 里面是有大花生 鸡丁 葱丁 辣椒丁 然后调出一个鱼香口 炒制的 鸡丁过油后备用 将葱姜 干辣椒 炒出香味后 加入鱼香汁和鸡丁 最后放入花生 为什么最好 为了它更脆 不会不容易扒软 工保鸡丁 四则鲜亮酸甜可口 挂霜花生 一口一个 香甜酥脆 还有麻麻辣辣的酒鬼花生 酸酸甜甜的老醋花生 虽都是花生 却各有各的滋味 每一道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对于花生 电视机前的年 可别再只会炸着吃了 降温春热暖精进 辐射式 风暖式 游厅式 踢脚线式 什么样的取暖器更好用 造型可爱的暖手宝 穿在身上的电热马甲 还有能烧烤的取暖炉 这些取暖神器是否安全可靠 走访市场 消费体验 专业测试 这个冬天该选择什么样的取暖产品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